与你探讨圣经的真理 共同献上生命的侍奉 将主的旨意活在生活之中 盼望你也摆上 成为理所当然的国际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在今天的活祭的节目时间 跟你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探讨我们的信仰问题 今天我将继续跟你来探讨 这个令人感觉到非常兴奋的题目 那就是面对未来 又或者说将来会怎么样呢 那记得在前几次节目当中 我已经为我们这个主题 系列的谈到了 而且打下了一个基础 那因此对未来的事情 把它分为两种 一种是神不让我们知道的隐秘的事 另外一种就是神要我们知道的 并且还要求我们去遵行执行的 已经显明了的事 我也反复再三的向你指出 我们不要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事情 混淆在一起 导致花了很多的功夫 很多时间去探讨 研究了一些隐秘的事 而不去认真的遵行 执行 神要求我们去做的 已经显明了的事 我也跟你指着了 以正确的态度 去面对未来的重要性 那一种积极的态度 而不是消极的态度 我说的 我想再重复的说一次 我们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未来 在很大的程度上 就决定着我们个人 如何经历未来 所发生的事情了 那这个关键性是很重要的 你的态度 将决定你今后的经历 一些事情 因此今天和接下来的 几次节目时间里头 我就要继续的跟你谈谈 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面对未来这个问题了 我为你列出一个大纲 并且我还会给你提供 持这种态度的客观的 圣经的基础 那么今天首先要讲的 就是最基本的 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等待的是基督的降临 而不是敌基督的来临 我们都是学习圣经的 圣经上明确的指出啊 越接近世界的末日 反基督的也就会越来越多 我自己非常的坚定的相信 圣经上的这个预言 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啊 已经让我们看出 未来反对基督的啊 圣经上说 这叫敌基督的 的确是越来越多了 现今这个时代啊 就是更加明显了 这就表明基督再一次降临的日子 也就越来越近了 但是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什么呢 我知道有许多人呢 很关心敌基督是什么形式出现的 用什么方式表现反对基督的啊 还有许多类似的等等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只顾到处宣扬敌基督的情况 那么就无形当中啊 成了他们的宣传工具了 但是主耶稣只要我们为他自己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直到第几啊 那我们可以听听保罗 给贴萨罗尼一家教会的弟兄姐妹的 在信中所说的一段话 那这是记载在贴萨罗尼一家前书的第一章 第九节到第十节的 保罗是这样说的 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 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 那为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那这个地方给我们指出了 作为基督徒 我们所等待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从天上再次的回到地上来 等待主再一次的降临 这就保证了能够得到主耶稣的拯救 免受神的愤怒和地上的一切的灾难 神的这个保证只是针对 一直在等待耶稣再来的人而说的 那你听听进一步的解释 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 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的 圣经这样记载说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意思 死后且有审判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可见耶稣再来 是为了要拯救那些 等待他的人啊 同时也是审判那些 不等待他的人 那所以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不断的培养 等待耶稣再来 这种态度和信心呢 是最重要的一个事 绝不应该让其他的事情 来分散 或者干扰了我们这个注意力 那当我们以期待的目光 把这个目光转向耶稣基督的时候 那也就是 有满有信心的遵照主的话 去做的时候 使我们在生活当中 产生一种闪烁的信心 那大卫在诗篇当中有两句话 说到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来看看大卫的诗 诗篇第三十四篇 第四节和第五节 大卫这样说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就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凡仰望他的 便有光荣 他们的脸 必不蒙羞 那这一部分呢 代表了大卫 他个人的一个见证 也代表了一个 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 大卫觉得这么说了 我会对将来要发生的事 感到担心害怕 但是我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他就拯救我脱离恐惧 那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寻求神 等候神 而得到他的拯救 使你摆脱了 对未来的那种恐惧感呢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是可以得到的 大卫接着就这么说了 凡仰望他的 便有光荣 他们的脸 必不蒙羞 这就是寻求神啊 找到神的实际效果了 绝不是幻想和迷信啊 那的确 内心的光景 是可以从脸上 看得出来的 当一个人脸上 毫无光彩 被一种恐惧怀疑的阴影 笼罩的时候 那肯定的 他的内心里头 没有光亮 那么反过来看呢 当一个人转向了 光的源头 也就是我们的 耶稣基督 他的脸上啊 于是就充满了 平静和信心的光辉了 此外 等候主再来的盼望 能够使你的脸上 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能够焕发出 属灵的光辉之外 而且还能够促使你 严格的要求自己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那这是等候神的 实际的一个效果 圣洁上早就已经 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真理 那我们来看看 约翰一书的第三章 第二节到第三节 圣经是这样说的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凡像他有这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 这应该是很自然的吧 当我们想到 我们将来一定会见到 主耶稣的面 那当然就会尽量的 准备我们自己 全然的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成为一个陶主喜悦的人 以求尽量的像我们的主一样的 那这样的要求 不仅仅是针对传道人所说的 而且也包括了所有的信徒 我们再来听听保罗 在帖撒罗尼家前书的第二章 十九节到二十节 怎么说的吧 保罗他这样说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 并所夸的观念 是什么呢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 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 我们的喜乐 那因此保罗时常的想到了 当他站在耶稣的面前 他向神交账 那个时候啊 唯一使他感觉到喜乐和光荣的 就是他已经遵守了神的命令 并且使一些人归信了耶稣 也就是说 他带领了许许多的人 归信了耶稣 这也是他的生活上 和工作上的一个动力啊 保罗为了这件事情 也不住的为信徒祷告 我们就听听保罗在 帖撒罗尼家前书的第三章 十三节上所说的一段话吧 保罗这么说 好使你们 当我们主耶稣 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 在我们父神面前 心里坚固 成为圣洁 无可责备 从这段话里头啊 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不仅仅是 期望在主再来那个时候 自己能够有一生的工作 献给神 并且他也期望 由他所带领来到主面前的 所有的信徒啊 都能够像他一样的 存有同样的一个态度 等待主耶稣的再来 那只有存着这样的一个盼望 才有动力 来竭尽我们自己 使之成为圣洁 无可责备 那弟兄姐妹 再也没有像 等候基督降临 这样的一种动力了 可以使你更有效的 来竭尽你自己 追求圣洁了 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 这是最基本的 永久有效果的动力啊 那相反呢 如果你只是把注意力 放在研究敌基督的存在上 那么只能够增加你的恐惧 使你失去了信心 没有追求圣洁的动力了 最后 我请你听一节 我所喜欢的经文 这是记载在真言书的第四章 是八节上的 圣经这样说 但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当你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 会感觉到 好像是生活在黎明的时候一样 在曙光当中 是不是 可是当你有了 等待基督再来的盼望 继续跟随主的脚步走的时候 你就会越发现 前面的光亮 越来越亮 照亮你前面的道路 你就要找得更加有劲了 好 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